春节期间 林一罗庄区两名男子因为贪图面子 竟然动起了偷好酒喝的念头 可真把144瓶茅台酒偷回家 俩人却被吓蒙了 因为一查价格发现 这些酒价值50多万 农历的大年初一 谭城县一家企业里 值班员工在厂区巡视时 发现存放在地窖内的十几箱茅台酒不见了 接到报警后 谭城警方查看外围监控 很快一触细微的车灯闪光 吸引了办案人员 根据现场的监控发现 在当日的凌晨二十十一天许 在工厂的南门停放了一辆行计可疑的轿车 然后根据这辆轿车 我们展开视频追踪 最终在这个罗庄区处律镇的母村 追踪到这个轿车 拐入了一个死活动里面 办人员赶赴现场 很快锁定 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彭某和杨某 当时我在厂里 谁没继续摸 就是经常听 这个厂里人说话 厂里酒 脚里有酒 有酒 酒又不闹 我毕竟我个人也不喝酒 我一想 没得酒 是吧 送人也不喝 当时我一说 我弄三两枪就够喝的 没想到 没控制自己 一直弄个十多钱 彭某说 回家上网一查才知道 这批茅台酒价值几十万 才知道自己玩大了 一送妈之后知道酒贵了 然后更费不着就要了 就想要把酒钱给放好 就不要让丢了 本以为是多少钱呢 本以为一千个个茅台酒 就给我去吧 不该走这步的 非常不贵的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 两人本想把酒送回去 没想到民警这么快就找上了门 目前 犯罪嫌疑人彭某和杨某 已被刑事拘留